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 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 有法利塞人来试探耶稣说, 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期吗?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法利塞人说, 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修书,就可以修他呢? 耶稣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修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凡修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 有人娶那被修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门徒对耶稣说, 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 耶稣说, 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生来是淫人,也有被人淫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淫的。 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 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他说,什么诫命? 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人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 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然而,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